在美国拜登政府颁布全面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 以及半导体制造技术的管制措施一周年前系 中国通讯业龙头华为8月29号发表了最新款的手机MAT60 Pro 其中处理器芯片麒麟9000S被认为是采用的中芯器纳米技术 引发了全球高度的震惊 但是也有人认为该芯片的基础仍然是14纳米 只是添加了特殊技术使其拥有接近7纳米的性能 究竟华为MAT60 Pro使用的是何种芯片呢 中国半导体是否真的已经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 日前北京宣布将启动第三期大基金3000亿 但是为何筹集不到资金呢 美国的芯片禁令是否反而刺激中国来发展半导体产业呢 这一期的明镜新闻专访 邀请到在多家科技公司担任董事及顾问的资深产业分析师陈子昂先生 来为观众分析华为的技术困境与突破 好 陈顾问你好 那我们知道说华为呢 他日前有发表了他的新机MAT60 Pro 这个新机呢 其实推出之后就是外界都蛮压抑的 因为他所采用的芯片 其实是备受外界瞩目 因为就是美国对他进行了出口的技术的限制 那其实他发表了之后呢 有加拿大的研究机构他拆解 认为说是华为他自制的709000S7奈米芯片 但是昨天呢 有新闻就引述东京那边的研究机构 说这个芯片其实是采用14奈米的制程 只是运用了一些特殊的技术 把他的效能提升的跟7奈米差不多而已 所以针对这一部分 台湾方面有做过确认吗 这一部分台湾的研究机构 就我所知道呢 是没有去确认 不过有一点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就是因为中国呢 他买不到EUV的设备 所以他只能用DUV的设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拜登政府要求呢 那个不可以把先进制程 所谓先进制程指的是14奈米以下的设备 卖到中国去 所以中国呢 如果用他过去所采购的设备 大概只能有14奈米的DUV设备 所以在这种限制前提下 我们认为呢 他应该是用14奈米的设备 采用重复曝光的方式 达到7奈米的先进制程 但是呢 用这样的方式呢 会导致他的良率 还有品质 还有成本 都缺乏国际竞争力 是 也就是说不能量产吗 不是 因为呢 他用采用重复曝光的方式呢 当然会影响他的良率 良率不高 那也因为良率不高 品质不好 当然 他要销售的话 也会影响了他的成本 会高涨 所以成本涨 然后呢 那个 那个良率不高的前提下 他的销售 他的销售对象就会受到限制 所以他的成本降不下来的情形下 当然 国外呢 会采用 他这颗晶片的意愿就不高 第二呢 因为呢 他的良率不高 也影响了他的量产的效率 这是为什么 华为的Mate60 Pro呢 到现在一直是处于缺货状态 最主要就是因为 他的这颗晶片呢 量产来不及 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之后的那个顾客 他很有可能会拿到 有问题的手机吗 有问题的手机倒不至于 因为他的晶片呢 一定在出货前 要先经过检测 检测 检测合格以后 才有可能会安装在手机上 所以消费者不至于买到 品质不良的手机 但是呢 这一颗晶片呢 目前呢 那个很多专家 跑出来的结果 说他是 那个能够达到5G 5G的效果 所以呢 有人形容 那个麒麟9000S呢 相当于是5G的SOC晶片 但是呢 经过一些半导体的专家 他们实际检测的结果 那他们有特别强调 像高通跟联发科 他们所做出来的SOC的晶片 里头可以容纳150亿颗电晶体 但是麒麟9000S的晶片呢 他是经过重复曝光 可能受到IC设计 也可能受到设备的问题 他这颗晶片里头 只容纳了80亿颗的电晶体 所以如果跑5G 或许呢 他的performance受到的影响不大 但如果使用其他APP 那麒麟9000S 他的效能呢 可能就会降下来 因为并有81亿个电晶体 好 那所以其实他推出之后 过了不久 那个iPhone他也推出了 所以大家都把这两个 这两只手机拿来做比较 那其中有一点是说 Mac60 Pro 他有一个中国方面强大的是说 他可以打卫星通话 打卫星电话 关于这一点就是 他们觉得说就是 让他的表现比iPhone好很多 您觉得呢 其实卫星电话的功能 苹果在之前就已经在研发了 只是这样的功能 暂时不推出来 为什么 因为卫星电话的收费很高 可是一般的手机 都是在大都会使用 不会有收讯不良的 那除非今天消费者 去爬高山 或者到地下室 到了通话不良的地区 收讯很不好 但偏偏他又有紧急电话 要打 例如救命的电话 例如紧急的商业电话要打 所以再贵的卫星电话 他还是得支付 所以我认为卫星电话 对消费者而言 只是一个紧急跟救命的通讯用 或许不是必须 但是呢 他就会像过去 我们所谓的蓝牙跟WiFi 我们也不是天天在用 那当然今天蓝牙跟WiFi 是天天使用 那未来消费者呢 会不会因为 有紧急的逼求 救命的需求 会用卫星电话 这是目前消费者的考量 但是如果说 从消费者的角度 价差不当 那他只是救命跟紧急用 所付的卫星通讯的费用也不高 我相信消费者会因为有这个功能 而购买它 好 那其实像您刚刚有说到说 就是说 华为这个 他利用重复曝光的技术 然后让14奈米的晶片 达到7奈米的一些效能 那如果说 华为他真的做到了这个技术的话 这是意味着说 中国半导体 他突破了美国的一些技术的封锁 对 他是突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 这一点呢 那个是真的值得 给他掌声 但是突破封锁 不代表他具有国际竞争力 也就是说他量产以后呢 是不是真的能够把他的投资给回收 甚至获取利润 所以从技术突破的角度 是该给他掌声 但是他未来是否有国际竞争力 是否能够这颗晶片 能够在晶片市场上大卖 甚至威胁到高通跟联发哥 我觉得时间还长 但是以华为目前 他这个的定位来讲 他好像也不是以市场为主 就是他感觉做出这个芯片 是想要证明一点 什么就是在你们 在美国的封锁之下 我们中国仍然可以突破 技术的封锁 所以他好像对于市场 对于像你刚刚讲 打败高通什么的 是不是就是他就没有那么的在乎了 不是他主要考量 对 对 华为推出709000S的晶片 主要是要表达技术上的突破 而不是想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是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他在新品发表会上 他对于这一颗晶片 他是绝口不提呢 如果说他是想要说 我打败了 我突破了你美国的技术封锁 那他应该要大奖特奖 为什么他这一次 没有 对 如果是我我一定低调 为什么这是字朴其短 我这颗晶片呢 虽然有技术上的突破 可是缺乏国际竞争力 我如果大肆宣扬 这样反而字朴其短 所以他在发表会上 反而他表达了 是他的其他 其他三项功能 例如刚刚讲的卫星电话 还有盘古的人工智慧 还有那个鸿蒙4.0 这些都是 其他竞争手机品牌 所没有的 好 所以您觉得说 他就是故意不提晶片 他只要让大家知道说 你们拆解了 知道我们有这个能力就好 他不要再去深入的去讲解 反而会自曝其短就对了 对 好 那如果说中国他真的突破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中国的突破 其实外界可能也不难猜测到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用那种举国体制 来去投入到他半导体的产业 然后重复曝光 我看一些新闻的评论是说 那是用钱砸出来的嘛 对不对 对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北京他之前也有宣布说 他将要启动第三期的大基金 金额大概高达3000亿 那之前启动的一期二期 现在是第三期 但第三期推出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些新闻报道说 他筹集不到资金 那问题可能包括了一些什么 地方财政的债务压力啦 然后一些企业可能不支持 可能不是不支持 是他也没有能力支持 然后还有一些 他们的企业高管遭到调查 导致一些投资的退缩 所以您怎么看说 在中国他遇到当前经济困境之下 他这个举国体制 在半导体方面的发展 好 有关那个大基金第三期 募集不顺利 我觉得他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呢 当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 因为过去一年啊 为了动态清零的关系 地方政府花了非常多的财政支出 在做PCR检测 所以地方政府已经面临财政困难 再加上房地产下跌 因为过去呢 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 是靠卖土地 所以在收支不平衡情形下 地方政府财政困难 他当然没有余力来支持半导体产业 第二个呢 当然是总体经济 目前呢 全世界的总体经济不好 尤其中国是以出口为主 面临全世界的需求不振 所以大环境不好下 他募集资金也困难 但我觉得不要忽略第三点 就是投资绩效 任何人在做投资的时候 一定是希望投资 一个绩效很好的基金 那过去呢 那个不管大基金一期还是二期 他的投资绩效 并没有表现得很优秀 甚至很多成为烂尾项目 在表现很不优秀的情形下 我相信投资人啊 他有其他投资管道 他就不一定要投资大基金第三期 所以我综合三个因素的考量 这是为什么他在那个第一期 第二期目击很顺利 第三期目击不顺利的三个主要原因 所以这个目击不顺利的话 您觉得说会怎么去影响到他 他之后半导体的一些 就是他想要去突破技术 限制这一方面 因为他在大基金一期二期的时候 已经砸了绝大部分的钱 是盖晶圆厂 那晶圆厂啊 那个已经表现在全世界的产能分布 从2020年大取投入以后 在21年、22年、23年 连续三年 中国晶圆厂的产能 超越了台湾跟韩国 所以这些产能 能出来他一定要消化产能 那第二呢 怎么去去化这些产能 当然是大量的成立IC设计公司 那IC设计公司跟晶圆厂 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 IC设计公司呢 可能只需要一两百万美金 就可以成立IC设计公司了 可是搞一个晶圆厂要一两百亿美金 才盖得起来 那这个差距呢 就非常大了 所以我认为在募集基金不顺利的情形 再加上呢 他过去的投资 已经让晶圆厂的产能 冲到全球第一 所以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这笔资金啊 更是会大力去发展IC设计 是 所以发展IC设计的话 对他们之后有什么帮助 然后进而影响到就是这个禁令 好 那个中国在发展IC 中国在发展半导体里面呢 它表现最优的就是上游的IC设计 是目前啊 那个就是所谓的上游中游下游 三个供应链里面啊 中国的IC设计呢 是表现最优的 成长率是最快的 那中国的IC设计呢 目前是排名世界第三 第一名是美国 占全球百分之六十几 第二名是台湾 占全球百分之十八 第三名是中国 占全球百分之十五到十六 所以代表什么 两岸的IC设计差距不大 那如果未来中国 更是大局的发展IC设计 那那个可能 可能早晚有一天 我是比较悲观啊 可能2025年 中国的IC设计 就会超越台湾 让台湾落居世界第三 那那个台湾的IC设计协会呢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发表了一个IC产业政策白皮书 他们也预计啊 中国在2026年的IC设计的产值 会超越台湾 所以不管是2025还是2026 台湾呢 在未来这几年 早晚会被中国的IC设计给超越 好 那其实我有看过一个评论 我不确定说 这行不行得通 就是说 中国它既然那个 先进的制程 它没有办法达到 那它就改去生产那一些 比较 对对对 然后借由垄断市场 等于说 我把这一些 比较低端的那个 晶片都制造起来 都揽过来做 但是你们还是需要 这一些东西 到时候就等于都在 它的手上 资源都在它的手上 然后借此去做为一个筹码 您觉得说有可能吗 这个是百分之百有可能的 我刚有提过 它在那个2021 2223连续三年 它晶圆厂的产能 超越台湾跟韩国 那晶圆厂盖好了以后 一定要买设备 偏偏啊 美国联合日本跟荷兰 不准卖先进制程的设备 给中国 所以中国晶圆厂盖好 它只能 只能进口成熟制程的设备 所以未来这些产能 都会是去发展 成熟制程 同样道理 IC设计公司 设计出来的晶片 一定要给晶圆厂制造 好 那我晶圆厂 既然没办法做先进制程 那代表IC设计公司 未来只能往成熟制程走 那成熟制程呢 会绝对会影响 全世界 尤其是台湾 在IC设计公司 聚焦在成熟制程的企业 绝对会影响 那怎么办呢 就是现在国际上 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然后去做一点什么吗 好 有 那个 这件事情对台湾的影响最大 为什么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台湾的IC设计公司 主要的市场 是在中国市场 也就是说 台湾的IC设计公司 非常依赖中国市场 好 那第二呢 如果中国市场 它自己在往成熟制程走的话 再加上呢 它未来的政策 会是用国产品 国产基带品的政策 那今天台湾的IC设计 非常依赖中国市场 可能过几年以后 中国市场可能是它吃不到的 那这个市场 尤其是在成熟制程 例如呢 驱动IC 或者感测器 或者车用晶片 等等的 所以 从这个 这两个考量点出发 政府呢 现在也在建议 我国的IC设计公司 是不是呢 可以分散市场 不要过度依赖 中国市场 第二个呢 是不是呢 避开中国的产品线 或者往 先进制程的方向去发展 那但是 这个是台湾的方面 如果说在国际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成熟制程的 一些晶片 它可能也会用在一些 可能不是那么高科技的 那个 一些电子产品 消费性分车用 对对对 那如果说 它拿这个来作为筹码 去威胁一些 比方说西方国家 你不给我 那个先进制程的设备 那就怎么样 这有可能会发生吗 那国际上 有没有想到一些 什么对策 好 事实上 那个大家已经 遇见这样的一个后果了 那个 那个 中共呢 执政以后 它常常推的产业政策 不管是过去的 钢铁 水泥 汽车 或者近期的 LED 面板 等等的 都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产能过剩 那如果说今天需求 又没有跟上来 那就会导致全世界 功过于求 功过于求 只有一个严重的后果 就是价格下跌 毛利下滑 这个是从过去70年来 不断发生的案例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从钢铁 水泥 汽车 到那个近期的LED 面板 等等 不但重复 这样的事情 所以 现在那个 做成熟制程的 不管是金元厂 还是爱惜设计公司 都已经在因应 未来 到了2025年 如果全世界 没有找到一个 一个去化的 一个新兴应用 让需求 能够大幅成长的话 那未来在 成熟制程的 晶片 可能会有 供过于求的现象 是 所以他们 现在的做法 是要提升需求 扩大需求 对 好好好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这一次 就是华为这一次 他就是用的 就是 他的这支新机 新的手机 然后就是 有那个709000S 然后用的 重复曝光的技术 生产出 效能跟7奈米晶片 相当的 晶片 那等于说 就是您刚刚也说了 他突破了 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最近有报道说 美国他将在 10月的时候 去更新 他的晶片禁令 那您觉得说 这一部分 他会再去 就是加强 或收紧 哪一部分呢 有什么样的观察点呢 好 我觉得美国 在那个晶片的 美中科技战 在晶片这一部分 其实该用的政策 跟手段也差不多了 我反而觉得 美国下一步要关注的是 云服务 跟人工智慧 是 因为全世界的云服务呢 只有两档 就是美国跟中国的云端服务业者 人工智慧 全世界最强的也只有美国跟中国 所以我相信美国未来 那个在美中科技战 微信国安的前行下 他可能会逐渐把焦点 从晶片转移到云端服务 跟人工智慧 是 所以现在已经有看到 这样的一些迹象了吗 因为现在我们在新闻上 还是看到说 晶片晶片晶片禁令啊 怎么样的设备啊 有 也是有什么 有 那个拜登啊 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 就是要求美国的企业 不准投资中国三项产品 第一当然是晶片 第二量子运算 第三就是人工智慧 好 所以这等于说 他已经预见说 这两个会是他们两国之间 之后会竞争的主要领域 所以他现在已经在多做 对 好 所以您觉得说 如果说晶片晶片 它继续下去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说 中国它利用 可能比较传统 土法炼钢的方法 去做出它的效能 可以跟7奈米晶片相当的 的一个晶片 那之后 它可能再继续下去 它可能总有一天 可以做到 那您觉得说 这个美国 它封锁技术 这一步 会不会反而更能够 刺激中国的发展呢 所以我相信中国也会不断地去突破 美中科技战的所谓卡脖子工程 卡脖子工程这是中国的特殊用词 就代表它们要突破美国 潜质中国的脖子 所以它们会想办法突破的 所以您觉得说有可能会这样 是有可能是有可能 但是但是呢是在那个成熟制程 先进制程买不到设备 买不到设备 虽然说它目前在几粒研发设备 就是那个晶圆厂的设备 可是呢目前我们看到呢 它晶圆厂的设备呢 要嘛研发不出来 要嘛就是研发出来 它的精准度精确度还不够高 导致粮率不高的情形下 反而会让晶圆设备厂 晶圆厂不敢采用火产的设备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中国呢 要突破先进制程的设备 恐怕有五到十年的时间要去克服 那但是美国它应该有意识到 察觉到这样的问题 那它有做出什么样的一些防范吗 我觉得美国该做的防范 不管是从设备材料资金 尤其是人才 它还要求呢 只要你是那个美国公民 拥有美国护照 就不准你在中国的半导地厂上班 所以它已经从四个层面 从设备从材料 从人才 从资金面去封锁 所以晶圆厂就是靠这四个 所谓的那个养分 所以我觉得它再考虑其他的意义也不大了 好那您刚刚有说到人才这一部分 我们知道说 中国它的半导体的一些人才 主要不要说是从美国 基本上好像很多都是从台湾过去的 那刚好最近媒体又有爆料说 台湾有四家公司在帮华为建立晶片厂 您觉得说这是有可能的吗 真的有这件事吗 好这四家公司呢 有三家是股票上市公司 那当然呢隔天 其中两家股票上市公司呢 就立刻回应说没有这件事情 他们没有帮他盖厂法 或者是帮他添购设备 好那再加上呢 这些业者呢 主要都是做积电 所以积电工程在整个机缘厂里面 也不是所谓的机密 或者说那个科技的泄漏 那个谈不上 但另外两家呢 是没有表达回应 所以可能他们有协助华为呢 去盖厂房 但是呢就像我刚刚讲的 厂房盖好了 买不到设备 买不到材料 挖绞不到人才 他还是发展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蓬勃 去针对针对那个盖厂 或者针对积电工程 有一点点是反应过度了 所以为什么美国 他针对的是材料 设备跟人才 这个方向才是对的 好 那最后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科技战里面 之后我们有什么点可以观察的呢 比方说可能之后在11月 拜登跟习近平 他可能就会面啦 那他们之间会不会有某种妥协啦 就是说美中的这些科技战 我们之后有没有什么时间点 或者是观察点 我们可以特别去关注的呢 好 人类历史上呢一直强调一句话 和久必分分久必合 过去呢全世界呢都是只有一套系统 一套标准 自从美中科技战以后 就好像我四年前啊 在台湾啊 首先呼吁 未来可能会形成一个世界 两套系统 那当然这四年来 再三验证 我当时的预言是成真的 所以说也就是说美中科技战会持续延烧 也会让全世界呢形成一个世界 两套系统 那我们认为呢 这样的情形 至少后面还有三到五年的时间 因为分久必合 分久必合 所以美中 美中呢两个领袖见面 当然他目的呢 是要避免两件事 第一 希望双方呢不要误判情势 第二 希望让美中的紧张情势能够和缓下来 当然这对全世界的经济跟科技产业啊 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您觉得说之后有可能会就是变成一个世界两套系统 您说的两套系统体现在科技领域会是怎么样的呈现 好 那个例如呢 那个一开始美国惩罚华为就是不希望买华为的5G设备 所以呢就让华为的设备跟标准 没办法在西方试用 所以西方会去用北欧 Nokia Edison的设备跟标准 这是在5G上面 然后呢在作业系统上面 今天我们手机用的呢都是那个iOS或者Android 那那个中国呢尤其是华为 现在发展的不是Android 而是自己的作业系统 就是鸿蒙作业系统 所以再加上呢第三点 美国在5G设备这一部分啊 担忧华为有所谓国安疑虑 所以美国也联合台湾 发展5G的开放网路 就是OpenRAP 所以在在的显示呢 在那个国家安全的考量下 那个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个世界 两套系统 好所以这一套 这个两套系统很可能就是 中国就是发展它自己的 然后就在中国使用这样子 但是西方的系统就打不进去 打不进去中国的市场 好例如呢 现在我们我刚讲的 我所关注的云端服务 好因为到了5G时代 你我呢 会把那个储存跟运算 放在云端 所以你我就不需要带着 笨重的手机出门 我们只要带着轻便灵巧的 手表跟眼镜出门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储存跟运算都放云端 所以云端云服务 会影响你我未来至少十年 那偏偏呢 全世界的云服务 前十大 前十大云端服务公司 只有美国跟中国 没有第三个国家 例如呢 英国 印度 以色列 日本 完全没有 所以 所以呢 那个 那个美国 尤其呢 你云端服务里头 会有大数据 大数据更是牵涉到 个资 跟国安 所以美国呢 当然就不敢用 中国的云服务 那同样的 中国呢 也可能不敢用 美国的云服务 解决方案 是 好 所以之后我们可能要观察这一点 就是在科技方面 我们可能就是 在购买产品的时候 会看到主要可能是西方国家 跟中国他们两套系统 在做竞争 那特别是像 最近我们比较火热的云服务啦 或者是AI这个系统 对对对对 好 那其实科技战 美中的科技战 持续到现在也已经两三年了 那我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您刚刚讲的 分久闭合 合久闭分 一个世界两套系统 现在已经慢慢成型了 那之后会再怎样的发展 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观察 是不是会继续沿用这个逻辑 去继续走下去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再看 继续再聊 如果之后说有合适的议题 那就再麻烦陈 陈顾问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咯 好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